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要来关心去年十月新竹一家科技厂 包车载员工去建湖山游乐园玩 可游览车在行津国道三号云林路段的时候 开车的陈信游览车司机因为超车不到 去撞到另外一辆轿车 当时这个意外非常严重 你光看游览车那时候的车头 是直接被撞烂了 这个意外造成四死二十二伤 云林地方法院一审判决出炉 陈信司机被判三年六个月徒刑 原因是因为其实早在过去 他跑车的记录 他很常违规 你看从2015年起 他的违规就有九件的超速 还有一件的违停 再加上他出事的这一天 那一天现在调查下来 也是疲劳驾驶 超速不当超车 种种恶行 以及他并没有跟其中两位被害家属达成和解 虽然这个陈信司机 是以他家中经济不好为由请求缓刑 但法官不买单 去年十月 这辆载着四十一名新竹科技厂员工的游览车 准备前往剑湖山游乐园 经过国道三号时 先是跟一辆轿车发生碰撞 失控撞上外车护栏 接着冲向内车车道 造成四死二十二伤 造势的陈信游览车驾驶 被云林地院判处三年六个月有期徒刑 判决指出六十三岁陈信驾驶的恶劣行径 前一天睡眠不足 精神不济 疲劳驾驶上路 甚至以时速逼近一百三十公里 超速 最后在超车时撞车 事后也没有跟其中两位被害家属达成和解 呈现驾驶违规 已经不止一次 从二零一五年开始 陆续就有九件超速违规的记录 这次又因为超速 超车不当 跟轿车插撞后失控 撞到分隔岛 再冲撞路肩隔音墙 配上四条 无辜性命 成为判处重刑的主要原因 你的诉求是怎样 面对背叛三年六个月 陈信驾驶希望还有缓夹余地 说还会上诉 法庭上他也以家中经济不佳为由 求法官给予缓刑 但何怡婷认为 陈信驾驶犯行恶劣 拒绝 华氏新闻由保证 许玉文、吴建宏 愿您报导 哈喽我是李明锐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我们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